大家平安 今天我们《使徒行传》的系列信息 进入到十二讲 我不知道你们在这过去的十二次聚会当中 你们是什么心情在听肖默师讲道 对我来说 借着对《使徒行传》的重新来学习来认识 我的心真的被神的灵感动 充满了喜乐 充满了盼望 因为《使徒行传》那个时代和我们今天很像 充满了偶像 充满了拦阻 但是神的灵从来不被环境所挟制 我们看到福尼就从一个耶路撒冷 一个小小的一个群体当中 不断地延伸 进而影响到世界 记得上次我们讲到 危机和契机吗 就讲到耶路撒冷会议 有几个犹太人 他们不是官方的代表 然后到安提哈教会呢 就是发表一些呢 不对的言论 引起教会的骚乱 那之后呢 保罗和巴拿巴就回到耶路撒冷教会 面对面来澄清这个问题 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 当你听到的一些声音 可能未必是教会官方的正确的资讯 所以使徒说 这几个人不是我们派去的 他们是瞎说的 这又澄清了教会的立场 接着呢 他们通过讨论 对问题里有一个定论 所以写信给安提阿 还有叙利亚众教会 做了一个完美的一个结论 所以在十五章的结束 很有意思说 过了些日子 保罗对巴拿巴说 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导主道的各城 看望弟兄姐妹如何 你们想过没有 很多地方都没有传福音 你们为什么要回到过去曾经去过的地方呢 当然第一个理由就是说 要回去看望他们 兼顾他们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因为当时安提阿教会发生的问题 就是对于割离 对于传统和旧恩的问题 不只是在安提阿教会里面有 其实很多教会仍然有 所以保罗和巴拿巴就拿着 这封官方的文书 我们今天说就是红头文件 然后到不同教会里面去宣讲 就是厘清传统和旧恩当中一些混乱 然后他们呢 看了这些以前去过教会之后呢 他们就决定了 要去一个新的地方 去宣讲福音 这个时候呢 就圣经讲呢 有一个小的一个插曲 什么插曲 我们看到 在再次出征的 我们看那个下边 第二次的宣教出征 他们经过各程 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 教给他们遵守 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 人数天天增加 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西亚讲道 他们就经过福里加 加拉太一带地方 到了美西亚的边界 他们想要去比特尼去 耶稣的灵 却不许 他们就越过美西亚 下到特罗亚去 在夜间有一项 陷于保罗 有一个马其顿人站起来说 请你过来到马其顿 来帮助我们 保罗看见这一项 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 以为神召我们 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 这段圣经呢非常重要 当他们看望 以前传过福音的教会之后 他们决定呢 这个福音传导的方向 所以发现圣经呢就说 他们呢就是 往东去 耶稣灵不许 往北去也不许 但他们最后呢到了特罗亚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当计划去哪里的时候呢 其实呢 计划改不上变化 很多时候神的灵呢就是阻止你 让你不能够超过绳索 定不定的范围 我就想到小时候 玩种油气 就找一个张老玩 张老一个张老球 而地上呢就是看到蚂蚁之后呢 我就画一个圈 浓浓地画一个圈 这一会儿有什么事情发生吗 这蚂蚁呢 就走到圈那边之后 一闻到味道呢就退回来 甚至两天之后呢 蚂蚁还在这边盘旋 后来我就画一个圈 那有一个缺口 你发现呢 这个蚂蚁呢 走到这边不行 退回来 走到这边不行 退回来 最后呢 找到缺口以后呢 就出去 在这里 神好像给巴拿巴和保罗呢 就画了一个圈 往东去不行 往北不去也不行 往南去呢 因为我们看到呢 是巴拿巴带着马可去了 聚笔路 他不需要去 所以让他们就到了什么地方呢 就到了这个特罗亚 特罗亚这个地方呢 是很特别的 其实在西方世界里面 没有人不知道特罗亚 你们听过这个 木马屠城的故事吗 翻译成特罗裔啊 就是Toy 英文叫Toy 这个地方呢 在远古的时候 有一次呢 希腊人和特罗裔的人呢 他们要打仗 打了九年都没有不分胜负 后来希腊人就想了办法 做了一个巨大的木马 然后里面是空心的 里面藏了希腊的 勇敢的这些战士 然后他们假装战败 就逃跑 把木马留在这个地方 那托亚云以为呢 这是希腊人的这个神像 他们说呢 只要我拿到神像以后呢 我一定可以打败这个希腊人 结果他们呢 就庆贺胜利 因为拿到了这个 希腊人的这样一个神像 他们却不知这其实是一个 是一个伎俩 到半夜的时候呢 这个木马的门打开 这些战士就出来 然后呢整个就攻破这个城 所以特罗阿姨这个地方呢 很特别 不只是远古发生这个 这个特罗阿姨木马的事情 我们看到很多电脑的病毒也是 有一个外壳 装的是坏东西都是木马 但是呢有一个小差距我们看到 这个时候呢 宣教队伍呢 有些分割 缤分两路 因为保罗因着马可的原因呢 不要带他 你记得吗 在第一次宣教的时候 因为马可中途离开 为什么离开 不知道 我们可能是思乡 疾病 想家 或者说是等等 不晓得 所以保罗里边呢 对他多多少少有一点意见 所以当他们再次要宣教的时候呢 保罗说 我不要马可 马可很年轻 这个时候呢 巴拿巴说 那这样好了 你不要他 我带他去 他们一个南一个北呢 就缤分两路 我原本写的是分道扬镳 我觉得不对 因为他们呢 仍然在一个大的方向里边传分 不是各做各事 所以你看很有时候呢 暂时的这种分离 其实呢 未必是坏事 我们后来看到 马可后来 又重新回到 保罗的宣教队伍里边去 而且呢 他还写了 马可福音 但是我们发现呢 保罗在这里呢 他又开始招纳新人 就找到一个人呢 叫提摩泰 我找非常著名的一个人 这个人呢 他的爸爸呢 是希腊人 妈妈是犹太人 而且在这个家庭当中 因为他的祖母和妈妈的非常敬虔 所以他从小熟读圣经 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所以你看到 这个母亲 包括祖母的教导 可以影响孩子一生 然后就把这个人呢 就带到团队里边来 而且呢 不只是多了一个 马可 对 多了一个提摩泰 如果你要读刚才的圣经 第十节你发现的 说我们随即要往马其顿去 之前就说他们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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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变成我们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就是这个《读行传》的作者 也加在团队当中 所以他们就变成我们 所以读圣经的时候 你特别注意代词的改变 讲他们的时候呢 路加并不在场 讲我们的时候 路加就加入了一个团队 所以你要知道 圣经很多时候记载的时候呢 都是有很多这样一个依据 但是保罗做一件事情 很奇怪 他为提摩泰行了歌礼 为什么奇怪呢 耶路上的教会 就是为了解决 传统和救恩的问题 犹太人认为 你要信主吗 你要成为基督徒吗 很好 但是呢 你要先成为犹太人 然后呢 你再成为基督徒 这个犹太人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 意义就是男人 要做割礼 一个小的手术 这个问题就对外邦教会 做出很大的困扰 难道实际上救恩不够吗 一定要行割礼吗 这件事情后来就 闹到耶路上了 我们知道 耶路上的会议呢 就解决了一个问题 已经解决了 保罗拿着红头文件说 不用行割礼了 但是保罗在这里呢 好像出而反而 主动给提摩太行了割礼 所以我们说 很困惑 保罗为什么这样做 但如果你要读圣经的话 你就注意说 因为那里犹太人的缘故 保罗就为提摩太行了割礼 换句话说 保罗他所做割礼 不是真理的问题 不是救恩的问题 而是为了更好的 在犹太的社区里面传福音 如果你注意到 在保罗传福音当中 他虽然是个外邦人的使徒 但保罗他整个的过程当中 每到一处第一站 一定是犹太会谈 请问什么是犹太人 如果你的爸爸是犹太人 你的妈妈是西里尼人 你的妈妈是西里尼人 你爸爸是犹太人 不管双方有一位犹太人 如果你不行割礼 你就不是犹太人 所以在这里呢 保罗行了割礼 其实呢 让我们知道 保罗不是为了真理 不是为了救恩 他没有妥协 而是他为了让田华太这个年轻人 以后服侍的道路更宽广 他还可以在犹太会堂里边 给公开来讲道 来传讲福音 而不会被犹太人抓到把柄 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 保罗传福音是有智慧的 他说我们传福音要用诸武般的智慧 像什么样的人 就做什么样的人 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 就是在坏人面前就做坏人 而不是 就是说你要懂得他们的文化 了解他们的习俗 在不违背真理的过程当中 让他们能够接受 第二段我们看到 圣灵的禁止和引领 在雅各书第四章 这讲的时候 你们有话说 今天明天我要往母城去 我在那里住一年 赚买卖得利 其实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你们只当说 主愿愿意我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做那事 这段圣经呢 正好就印证了 保罗的团队 出征当中所遇到的问题 他们去小亚西亚 就是今天土耳其的境地 神不许 然后呢 去比推尼 神也不许 他们想去以弗所 神也不许 因为这都是当时 一个大的城市 都不许 最后呢 他们就背着他们 就往西北方向 就去了特罗亚这个地方 这有人说 因为有这个 马其顿的呼声 所以保罗本来要往东边传 结果呢 就改变方向 以至于我们东方 中国 福音呢 差不多晚了一千年 今天好多人都这样讲 福音为什么晚了一千年 就是因为保罗的方向呢 朝了这个方向 其实不是 如果你要读保罗的书信里边 你发现的时候呢 其实保罗的书信里边 有很多的教会 也在东边 也有人说 幸亏福音没有传到中国 因为中国人呢 很多时候呢 总会留一手 很多时候 中国的武功现在很厉害 现在不厉害 为什么呢 每个师父会一百招 但是只教九十九 然后历代下来呢 武功都没有了 当然这是个笑话 但是不可否认 我们华人的心态呢 总是留一手 我们刚不知道神的心意如何 总之 福音传到西方之后 又转了一个圈回来 今天呢 福音传到华人这个世界里边 我们要接福音的这一棒 所以看到圣灵的禁止和引领 我们必须要敏锐 就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 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计划 有很多的想法 但你要知道呢 神常常借着圣灵的提醒 告诉你 大事 小事 其实神很多时候呢 都对你来讲话 但很多时候呢 可能不一定是异象 可能是轻轻的声音 或者牧师的讲道 一段圣经 一段经文 一段诗歌 或者别人对你的一个劝告 都可能是神对你来讲话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敏锐的一个感觉 知道圣灵的禁止和引领 他们到特罗亚这个地方呢 就保留听到马其顿的呼声 非常有名的一个马其顿的呼声 他过来吧 过来吧 你到这边来 所以他们立刻就 然后进到马其顿 郭海进了马其顿 马其顿就今天 差不多就是这个 也有马其顿这个国家 就以前南斯拉夫的一个境地 包括现在阿尔巴尼亚 一些地方 保加利亚一些地方 就是巴尔干半岛的地方 那个地方呢 是罗马的 是马其顿的第一座城 而且是一个住房城 换句话说是一个军事的一个城 那保罗去那边 既然有人呼喊说 来啊来帮助我们 他就去之后呢 却找不到一个犹太会堂 为什么找不到呢 因为他只找到一群妇女 在河边祷告 在犹太人的规矩里边 特别是在贝鲁 他们回归之后 有十个犹太的成年男子 就可以成立一个会堂 这里呢没有会堂 换句话说 这里呢犹太人比较少 至少呢 凑不够十个人 所以这妇女呢 他们就在这个河边来祷告 我们在纽约常常看到 一些犹太会堂出卖 为什么 因为当地的犹太人不足十个男人 而且犹太他们坐礼拜的时候呢 也不可能开车很久 他们有安息日当走的路程 所以他们如果搬家之后呢 就不会回来 在这个地方聚会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犹太会堂来出卖 他们来这边之后呢 就找啊找啊 然后就找到一群呢 在这个河边祷告的人 特别提到有一个人呢 叫吕迪亚 这个人呢是个卖紫色布匹的人 而且圣经说 这家这个人呢 他是个推亚推拉的人 他其实是小亚西亚的人 是个亚洲裔的欧洲人 他在河边呢 就在那里祷告 所以呢我们看到 当神呼召你的时候 神一定会预备人来接应 那么看到了 他们接下来 他们就进入欧洲 他们呢也建立教会 这个教会呢不大 就是敬前的一个这些妇女 后来我们圣经说呢 吕迪亚呢 她就是听了道之后呢 她就打开她的新门 你看听道打开新门很重要 她呢就信主 而且呢邀请这些使徒啊 全家到他们家里来住 你看第一个欧洲的教会 是由一个敬前的妇女建立起来的 那我相信后来这个吕迪亚 也成为这个教会的一个 负责的同步 所以保罗在这边建立教会之后呢 也出去传道 有一件事情发生很有意思 有一个女仆 是一个富贵人才女仆 这个人呢是通邪灵的 他呢因为可能会占卜 会算卦 会预知未来 给这个主人呢 赚了很多的钱 所以好多的弟兄姐妹就说 那个算卦都是骗人的 你只对了一半 要知道这些算卦当中 有些人呢是迫于生活 学上几招出去的 就是察言观色 但你不可否认 真的有一些算卦的人 他们是通灵的 他们借着卦灵 知道你们一些未来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 所以为什么说弟兄姐妹 你不要让别人去看手相 不要让人家去算八字 你真的要小心 因为如果沾染了卦灵 你和卦人有沾染的时候呢 他就不会轻易离开 中国有的话说 请神容易 送神难 也包括弟兄姐妹 哪些什么佛像啊 一些偶像啊 我说你不要随便丢掉 你要请牧者和一些 属灵的长辈呢 借着祷告 而且断开魔鬼 发弹仇敌和你的联系 所以当保罗在那里 传福音的时候呢 这个人呢 他是通灵的人 他讲什么呢 他说神的仆人 对你们传讲救人的道 你可以想象吗 一个女巫跟着宣教队伍说的 神的仆人 宣讲救人的道 请问好不好 连女巫 女仆都在说 神的仆人 对你们传讲 这个救人的道 乍一听起来呢 好像这个女仆呢 在位神所见证 然后后来也发现不是 因为保罗后来呢 非常地烦 就斥责他 把他的鬼赶出来 明白吗 这个女巫是被鬼扶的 所以神的仆人 对你们传讲救人的道 你要理解 神的仆人 在原文当中 其实指导什么 希腊的最高性宙斯 你还记得吗 在十四章的时候 当保罗和巴拿巴 去传福音的时候 因为行了神迹 就当地人以为呢 巴拿巴是宙斯 保罗年轻的 因为宙斯的儿子 给他们要献祭 要献花 所以他们以为 保罗呢 就是宙斯 下凡 所以保罗呢 非常气愤 就把他赶出去 把鬼赶出去之后呢 鬼赶 没有能耐了 也算挂不灵了 这个战俘也不灵了 结果让这个主人呢 就少了很多的财力 没有钱财了 他们一怒之下呢 就把保罗 这个团队呢 和一个希腊呢 就抓到官府里边 就抓到监狱里边 所以圣经说呢 他们在那个内监里边 就是监牢分好多 就躲在最里边 最严实的地方 关起来 而且呢 给装了木狗 就是那种 那种枷锁 再感谢主 让我们看到呢 一个敬拜赞美的大能 带来整个的突破 他们关在监牢里边 其实很冤 他们只是把鬼赶出来 就被装到这个牢里边去 就是冤狱 冤狼 如果今天你要是 什么都没有做 被关脚来的话 你会怎么样 会哀声叹气 主啊 我怎么今天坐在监牢里边来呢 我多冤枉啊 但是保罗和希腊不是 他们呢 半夜 他们就唱诗歌 我相信这个保罗希腊 一定是很好的 这个南高音或者南中音 为什么呢 因为唱得好听 众囚犯都侧耳耳听 囚犯在里边 都烦闷得不得了 现在听到一个好听的声音怎么样 都忘记自己在这个监牢里边 结果呢 他唱诗歌的时候呢 整个的牢狱呢 快点就震动 然后呢 牢门就打开 锁链呢 一个敬拜赞美 会让我们看到宝座 你记得以赛亚书吗 第六章 乌西亚王蹦的时候 当时以赛亚就来到 一个异乡当中宝座里边 就看到呢 有敬拜的声音 神经说呢 圣殿的门槛就震动 而且有烟云出来 所以当他看到的时候呢 他就听到有声音说 所以当一个人 你真的从心里面 发出敬拜的时候 你会带来神的同战 就像诗篇二十二篇说呢 神的宝座是用以色列的赞美做成的 你要赞美 这两天呢 有一个人来拜访我 他遇到一些麻烦 我看到他的时候呢 你不用问 就知道呢 这个重担已经压心头 两枚紧锁 看着就是仇犯的不得了 我听完他之后我说 你这样子不行 我说你要起来赞美 我牧神有压力 知道我的压力比你还大 但是我选择赞美 他说我怎么赞美起来 我说你要选择赞美 当你赞美的时候 那个脑门就打开 弗篮就睁开 因为什么呢 因为神的宝座 就带来你整个的转换 结果呢神奇发生了 当他们唱诗歌的时候 不只是狱卒听 这些监狼的人听 而且门打开了 俗烈挣脱了 之后狱卒呢一看糟糕了 然后他就跑到保罗的面前 说是 我当如何行可以得到 他拿个刀要刺杀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电灯 牢门如果开的话 锁链开的话 发生什么事你告诉我 如果你在监牢里面 牢门开了 锁链开了 你要做什么事 跑 那个时候没有DNA 也没有纸膜 跑了就跑了 没有抓不到你的 所以一足一看糟糕了 老门开了 锁链开了 人肯定跑了 那个时候你如果是 让犯人跑的话 你必须要杀头的 他要拿刀来自杀 他说 我当如何行 可以得救 所以好多解释圣经的人 以为说呢 他在问 我当如何行 可以信耶稣 那他其实不是 他只说 我今天的犯人跑了 我怎么做我可以保命 保罗讲一句话 是一个预言 当信主耶稣 你可以这样怎么样 救必得救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应许 所以你可以用在 你的生命当中 用在家人当中 后来呢 他们打开灯一看呢 人都没有跑 还坐在这边 所以玉族就很高兴 因为他经历了神迹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接下来呢 玉族的生命 就得到了更新 不只是他 他的全家都受了洗 一个看管犯人的 因为今天在监牢里边 亲眼看到神的作为 不只是一个地震洞 牢门打开 锁连挣脱 不是人都没有跑 所以他就信了主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菲律比呢 不只是有 里比亚一家 还有玉族的一家 我们看到 第三就是 突破捆绑 当时保罗 那时候在牢房里 他没有出去 后来保罗说 我们是罗马人 你为什么把我 关到家牢里边 说让我出去 我不出去 保罗很懂得 这个拿捏这个分寸 你把我抓进来 把我关在牢里边 还打我们 现在让我出去 我不出去 因为我是罗马公民 他亮出那个牌子来 要知道在这个 在托洛亚一个地方呢 过了海以后呢 就是这个罗马的一个领地 所以罗马人的地位 是非常的高的 长官一听糟糕了 怎么抓错人了 然后他就过来说 说你们出去吧 等于说他亲自道歉 所以保罗呢 就是突破了捆绑 又重新回到 绿地亚家里边 你看欧洲的这个宣教 多么不容易 但看到一路有神的保守 但是弟兄姐妹 因为当年福音传到这个 亚西亚的时候 很多的教会 当传到欧洲的时候 有很多的教会 但是今天 你知道吗 欧洲是需要一个 我们重新传福音的地方 欧洲教会人都很少 欧洲教会人都很少 特别一些国教的教会 比如像法国呀 德国这些 就是牧师是公务员的 是发薪水的 所以每个礼拜 教会计会的人数呢 都不多 这些人呢都是拿薪水的 换句话说呢 他不来敬拜就没有薪水 多可怜 所以我看到马其顿的呼声 不只是那个时候 神对保罗来说 其实呢 今天 也在对每一个基督徒来 重新有一个 马其顿的呼声 阿们 所以我们真的要看见 这个世代的需要 我们看到多少宣教士 在欧洲传福音的时候 他们献上圣命 有多少宣教士 包括欧洲的宣教士 他们到世界各地 他们献上圣命 今天呢 是一个重新来聆听 马其顿呼声的时候 耶稣在你我的身上 要带来改变 阿们 因为耶稣的爱 永不改变 这里说呢 你爱永不变 你流出宝血洗击我污秽 将我生命赎回 为了我的罪 牺牲永不悔 显明你极大的恩惠 即当我们看到整个使徒行传的时候 你发现神的爱 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团队 也没有离开传福音这个地统 主要是在以你的爱 以我们流出宝血 也拆开你的仆人 在世界各地 来传讲福音 让今天成为一个得救的人 这是何等的恩典 当我们来学使徒行传的时候 我们看到 这是圣灵的行传 也是一个受苦的行传 多少主内的弟兄姐妹 那些使徒 为主的福音 献上生命 流出鲜血 为我们做出一个很好的榜样 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 一个和平的社会当中 我想到世界各地有多少的信徒 他们面临一些捆绑 压榨 逼迫 甚至是杀戮 爸爸在今天早晨 求主的恩典 要临到这些地方 我们相信 任何的压迫 任何的这种剥夺 不能够让福音灭绝 反而让福音更加能够兴旺 能够发展 因为你的恩典 永远不被困难所折服 谢谢你这个今天早晨 别再次帮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传福音的路上面 要学习使徒的榜样 再次领受这样一个福音 这样一个呼召和恩高 让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 就带着信徒这样一个爱和托付 让你的恩典传播这个时代 谢谢你 祷告祈求 侍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Amen